小时候爸爸不在旁边 受同学欺负 身边的老师瞧不起 好 我拍个长江七号 我拍个什么 这类作品 我尽情地补偿 我爸爸对我也好 同学也尊重我 那些所谓的耍酷的同学 我就糟蹋你 今天我们吃苹果 对 等等 吃完饭再吃水果 哦 他开始用这样的方式 包括我原来做演员 你不重视我 喜剧之王 我是影天愁 我其实就是个演员 我不是个死跑龙炮的 我有我的坚守 我天天看演员的自我修养 不管你看得起看不起我 我都是一个演员 小姐 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龙炮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啊 这就是一种补偿心理 在功夫里边 把头号大坏蛋打的 位在我面前磕倒霧 过去你们欺负我吗 现在我威风了 就是这个时期 他拍的好多电影都看出 爆发护士的一种补偿心理 他要快意恩仇 这个阶段 当然 他比很多现实当中包包不强 因为他毕竟是搞艺术的 他通过艺术的方式 所以这时候周星驰很多电影让我们感觉到一切先里式的痛快 但这个时间长了 周星驰可不是小人物了 那是香港电影界顶顶大名的 在华语影坛一提喜剧电影 舍周星驰 谁能出其佣 没人了 所以这个时候星宰 并边的白发出现的时候 大家也尊称他为星爷 那成了星爷 大人物 大人物就得拍大情怀的东西 这个大情怀是什么呢 你看他后来的西游相摩和今天的美人鱼 他开始展露大情怀 就我不再是那种受人欺负的那些小人物了 我现在既然是大人物了 那我就要干大事 我就要搅动这个世界 做出点大情怀的事 其实周星驰以前也一直想这么干 只不过他没想明白怎么体现大情怀 他现在的过程是 对大情怀把握的空洞 变成了很具象 但是这个具象也不意味着 他能把大情怀玩得很纯属 你看他原来很空洞的时候 有两部电影是典型 一部是石神 一部是大话西方 石神呢 这里边最后 他演的这个主人公疯了石神了 可是疯了石神又怎么样呢 最后得出个结论是什么呢 根本就没有石神 什么 或者人人都是石神 什么 少说废话 班警 老爸有话 大哥小妹 男孩女孩 只要用心 什么 人人都是石神 就是当时香港金像奖 他得到了之后 反而不知道自己目标在哪儿去了 我已经疯了神 他也没有想好大情怀是什么 就用心灵鸡汤 只要这个 你有心 用心 人人都是石神 用心灵鸡汤来解决这问题 所以石神这篇的结尾 显得特别轻 要不住 要不住